其實你們最重要的 第一 最第一件事 這也是最難的 特別是我們的商業社會 就是找到自己的舞台 你找到的 有一件事 你升任不了 你當然發揮得不好 第二 你升任得到的 但你不喜歡 就像我當地產 我升任不了的 大家相信我 但我不喜歡 我發揮得不算好 OK 一定要找到一個舞台 這是最難的一件事 就是究竟自己屬於什麼舞台 特別是香港的公眾那麼窄 有些人原來是不善辭令的 但是心思細密 他的體力也好 或者很了解那些某一程度的工廠運作 以前我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打過工廠工 輸雷工 我們當然打過 他每一間工廠 僅有一個大打雜之類的那個人是很厲害的 然後老闆可能18年 是整間廠由上到下 什麼他都認識的 他可能是 是盲字不認識的 但是很厲害的 現在你沒有工廠的那些人 就沒有了 沒有得發揮 就做優惠了 是嗎 好像現在這樣 連優惠都不容易做 因為現在全部的新樓豪宅化 聘請了別人的年輕靚靚靚靚 懂英文 他們可能已經再低一格了 可能是做巡邏的那些 就不是做你留下資訊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 自己不要是否擅長 喜歡 你喜歡的行業 即使你不擅長 因為你喜歡 你投入時間多 其實你也不會做得太差 好嗎 好了 第二 最重要其實什麼都假 香港是一個 銷售的都市 其實我不是說這些 不知為什麼會說這些 最重要就是最後那一刻 Sale那一刻 什麼以退為進 以進為退 什麼都不重要 其實就要說產品 好像去到這裡 我又要介紹我的產品